王凯谭松韵牵手同行约会被抓拍 举动亲密无比 就知道他俩一定是真的 简直太好磕了 他俩真的太甜了 我也不想磕啊 此前 王凯就在自己的个人采访中 透露过自己要是喜欢一个女生的话 会首先去看他的眼睛 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从这个人的眼神中 大概就能分辨出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才会有了这样的对视吧 在电视剧相逢而行的粉丝见面会上 凯凯王三次看向了谭松韵 明明他的身体方向不是朝着谭松韵 可他的眼睛 就是控制不住的想要回头看他 第一次悄悄的瞄一眼 第二次稍稍停留了一段时间 第三次直接目光紧锁 一直直勾勾的看着谭松韵 谭松韵的眼神都不敢乱瞟了 一直不敢回头看王凯 是怕对上演以后 两人拉丝的眼神 会直接官宣吗 一向高冷的凯凯王辣 在谭松韵面前 都笑得乐开花了 观众还提问谭松韵 在这部剧里饰演的角色 会不会是一位杀手 谭松韵有被疑问道 纳闷地询问这位观众说 是什么杀手 观众立即回答说 是杀顾难挺小星星的杀手 有一说一 这个土味情话说道 谭松韵马上就害羞了 旁边的王凯却还在解题 老干部反应慢 过了好一阵财后之后 觉得意识到 现在应该得是一个 什么样的害羞情绪 凯凯王get到之后 就开始慢慢裂开嘴角 偷着乐的表情真的好搞笑 更有趣的是 在凯凯王笑到无法自理的时候 他静下意识地想要去触碰谭松韵 这个伸手后 悬在半空中停顿的动作 暴露了好多 这个一笑就想要去拉着他的反应 原来早在片场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 对戏的时候会小动作紧紧抱住谭松韵 在谭松韵笑场的时候 会下意识地扶住谭松韵的手臂 又是抱他又是握住他手 这些自然而然的互动真的超级暧昧 但是 还有一段比这一个还要暧昧的间接官宣 才是真的甜 便是据盛典礼上 主持人在线撮合 询问谭松韵说 有没有可能跟距离的顾南婷 现实演员王凯在一起呢 生活中有没有一点可能呢 谭松韵的回答是 希望吧 看缘分 其实这意思很明显了 等同于官宣啊 以前松韵都是很避嫌炒CP的 如今没有明确的否认 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很确认了 再加上谭松韵回答的时候 并没有跟往常一样很官方 他也没套用锦衣之下宣传的话术 去让大家科剧里的CP 仅此而已就行 这就是语言的艺术吧 谭松韵没有拒绝的背后 其实留了很大的余地 你们挺细挺 而且主持人的演讲稿 都是设置好了 不是知道一点风吹草动的话 主持人也无法如此强行按头 旁边的女主持人也有在提醒谭松韵 说这一道题可能是个坑 但谭松韵还是认真回答了男主持的问题 在第31届精英奖颁奖晚会上 王凯与何炯为主持搭档 整场晚会下来都很正常 直到女主角谭松韵的名字出现 何老师在王凯面前Q谭松韵 并且赞美谭松韵好漂亮 现在已经在准备开奖了 注意看旁边凯凯王的神情 简直就是一整个期待脸 眼神似乎在寻找什么人的身影 下意识地就抿起了嘴唇 简直不要太可爱 何老师还接着夸谭松韵 佩服谭松韵怎么可以那么轻松的 就拿捏住了年龄跨度 永远都能胜任女高中生脸 而这个时候同样是主持人的凯凯王 想要接着说些什么 于是就不由自主地拿起了话筒 没重想 他只是小声附和了一句 对 那骨子认真静儿 真有点家属带受表扬的即视感了 凯凯王还眨了一下眼睛 太憨憨了 也许是凯凯王自己都意识到不妥 所以凯凯王马上又反应过来 觉得要收着点表情 于是就又开始了表情管理 直到何老师邀请黄轩 谭松韵共同上场时 才又控制不住了 说到黄轩的名字 王凯还是面无表情的一本正经 可是要说到谭松韵的这三个字 凯凯王立刻就宠溺笑了起来 不愧是亲过嘴的交情啊 太甜了吧 在王凯的个人采访里 凯凯王也同样对吻戏念念不忘 想到一些场景 仍然是觉得很甜蜜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愫呢 因戏生情肯定有 毕竟一部剧要拍几个月 两个大龄单身青年 又这么多的对手戏 拍完肯定是有不舍的 要么说演员是感情的高危职业 可以包分配对象 也可以包换对象 不过这也能理解 就是平常人和一个人 天天待在一起几个月 也会有深的感情 而且谭松韵跟王凯 研究吻事的方法太传神 会互相撒娇 会说着情话 会自主思考 要抱起来还是要放下 会主动的想着要什么样的机位 就连谭松韵的手放身上 还是放哪里 都是一个值得抉择的点 凯凯王会对此提议说放下面 然后自己再一把握住谭松韵的脸 眼神拉丝语气宠溺 就连导演看了都忍不住打冷战 两人各种变换转角度 导演还是要来干涉 要求两人可以演绎那种 互相摇头晃脑的法式热吻 但这个时候的凯凯王特别霸气 斥责导演说 你花招挺多啊 霸气归霸气 凯凯王仍然是照做了 一遍 两遍 三遍 王凯作为最佳的体力王 数次抱着谭松韵也不觉得累 亲了好几遍以后 终于大功告成 凯凯王还打去谭松韵 会不会觉得这场吻戏特别致颈椎 在谭松韵面前 王凯真的是个搞笑男啊 因为风大 谭松韵躲进王凯的外套中回看吻戏 画面真的是要多甜就有多甜 许多网友惊叹于演员谭松韵的不老容颜 尽管他已经34岁了 但他的少女般的外貌 依然让人为之一阵 有消息称 王凯对谭松韵情有独钟 但两人始终未能在一起 这引发了一些观众的好奇心 他们猜测谭松韵和王凯 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情侣 明星的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关注 谭松韵和王凯的绯闻更是引起了热议 他们都是既有颜值又有演技的明星 每次在电视剧中搭档 都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在《泽天记》这部剧中 谭松韵和王凯的甜蜜演绎 更是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然而现实生活中 谭松韵和王凯似乎并没有 像在剧中那样走到一起的迹象 王凯曾经公开表白谭松韵 但后来又消失在了两人之间的谣言中 谭松韵本人也没有明确回用这一话题 只是默默地工作着 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演绎事业中 一个人的感情生活是非常似人的事情 我们无权强加自己的想法和期待 于他人身上 谭松韵和王凯是否会走到一起 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无论如何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和时间 去确定彼此的心意 除了关注他们的感情 我们更应该看重 他们在演绎事业上的成就 你怎么看呢